大家好,我上一集就说了我这支镜头,七公像的25mm手动的镜头 因为那一集我都详细试了这支镜头,这支镜头有什么问题呢? 我就延续这一套,延续这支镜头的部分 然后我就再说什么叫超焦距,这个是新名词 大家看到我这个镜头,现在就黏了一张纸在那里 就记住了对焦位的尺数 因为我上次试了这支镜头,它那个尺数位不准 就是focus的位不准 它给到我一尺的对焦点,完全不是那回事 所以我自己就黏了位了 我一会就会讲解关于什么叫超焦距 OK,我还没讲超焦距之前 其实我上一集就都说准备用这支手动镜去玩街拍的 其实街拍呢,我们配合什么镜头呢? 我在这里先讲一点 在我的经验来说,街拍可以用手动镜头 或者是自动对焦的镜头 但是现在可能潮流都流行 大家可能都开始想玩一些手动对焦的机械镜头 所以下一次我就会用这支手动对焦的镜头 去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焦距其实是用什么焦距比较适合呢? 在我的经验来说,我就会觉得 在一个小小的弯谷 又不需要去到标准镜 也不需要用一个很阔的镜头去拍照 所以我选择了这支镜头就是25mm 相等于全镜的镜头就是大约40mm 所以我就会选择这支镜头 好了,今次我讲超焦距 什么叫超焦距呢? 其实这个名字在最近这几年 就流行了讲这一件事 其实就是在台湾那边 可能在文字上他们会讲得很清晰 他们就用了这个名字超焦距 就等于以前我们以前 学拍照的时候就是叫超景深 其实你说超景深是什么东西来的呢? 其实就是当我们去运用一个相机的镜头 用几大光圈去拍照的时候 而那个目标离开的距离 那个焦距点准不准 而可以计算到它前前后后的清晰度去到哪里 这一样东西就叫超焦距的 在我以前学拍照的时候 其实那个师傅就是教我们 他所谓叫古尺 什么叫古尺呢? 就是说当我们拿着相机 因为以前几乎全部都是手动对焦的镜头来的 所以我们每一次拍照的时候 都是即时对焦构图 教个曝光 准不准确就拍照 所以在那个程序上就很慢很慢的 那现在相机的进步呢 就是说我们快得很紧要 几乎直头自动对焦全部都中了 所以现在不需要担心 拍照是很简单的事 但是对于玩回头 玩回舊东西 所谓叫做 那么手动对焦镜头呢 它是比较繁复一点 那么在那个时候的设计呢 就出了呢 就所谓叫做 景深尺给我们 去看回那个 当我们的目标 Focus的目标呢 对准了之后呢 前前后后的景深有多少 我在这里讲讲这部相机先 我讲讲这部相机 这部相机呢 就看到了 这部就是旁逐相机 那么它对焦呢 就是所谓叫做 跌影对焦 换句话 我当我拍照的时候 我就在这里看出去 这个视窗 这个viewfinder 那么就再配合个镜头 当我另一个对焦位置的时候 它有两个组合 就将它准了的时候呢 它就跌在中间 那么如果你说对得不准呢 它就会分裂 开个影像 那么所以这个呢 就是所谓叫做 旁逐相机了 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就是我拍了这个镜头的 大家看到这张照片呢 那镜头的那个 那些抹位 所谓叫抹位呢 最前最前那里 那么就是快门来的 这个就是镜间快门 就不同我们现在一般的相机 就是机身快门 那机身快门 其实就是设计了 机身里面呢 就开闸 让那些光进来而已 但是镜间快门呢 它将那个光圈叶呢 开合 这样收的 那完全设计上不同 OK 看回那张照片 前面 就是快门 那个灵盘呢 跟着 红色的位 就是光圈 对下 我就写了 叫做景深尺 那么这个景深尺呢 有什么用呢 当我们对焦的时候 我再看后面 后面的绿色的环 那这个呢 就是绿色的对焦环 由 它0.8mm 一直掃 可以掃到无限远 那我们看回那个景深尺先 那景深尺呢 有条红线 正在中间 那当我们 用一个大光圈的时候 那我这支 这支镜呢 它最大光圈呢 就是1.4光圈来的 那如果我们用1.4光圈 1.4光圈 去对着大约 是5尺的位置 距离 对着5尺的位置 那它给到我们呢 看到呢 就是说 你看回红色线 中间红色线呢 左右都是写着2.8 那其实就是告诉我 当我们用2.8 我不要说1.4了 我用2.8光圈来拍照 告诉我们 在2.8光圈的时候 在5尺的范围 前前后后 有多少景深 那你看到了 其实是不是很窄啊 2.8和2.8 就是中间的红线那里 刚刚答正的5字 那就是5尺 那我们这样看法呢 就是说5尺前前后后 大约 可能得5尺半 或者4尺半之间 是比较准焦的 在那时候会清晰一点 那如果我们 再远一点的 去到8尺 假设 去到8尺 我就用一个 16光圈去拍照 16光圈 那看回景深尺 左边和右边 不是有两个16的 其实这个就是告诉我 就是16 当你在16光圈那时 对准8尺的焦渠的时候 它前前后后的 所谓叫景深 就是说 大约由6尺左右 差不多去到20尺 那就是说 在这一段 基本上我们可以接受 那个焦距的 清晰度都可以接受 但是呢 不是代表 你100%是准确 它的焦距 仍然保留在8尺 那个焦距点 那所以大家有时呢 就不要误会了 当我们用16光圈拍的时候 我们大约由6尺也好 因为它说 由6尺开始去到20尺 拧了6尺也好 或者拧了15尺也好 对焦点 拧了那个位也好 都清了 不要误会了这一件事 我们永远 对准那个位 离开8尺 就是清了8尺而已 那如果你说 我又是用小光圈拍 虽然小光圈 它可以令到 景深会拉得很阔 但是它不是在那位 准确的嘛 是不是 都是前前后后 都是慢慢少少 漸变下去嘛 不是100% 准在8尺 所以我们 这个 所谓叫做超焦距呢 大家都不要相信 不要说 真是 猜到 可以 这么足 这件事 准确性 都不是这么足 所以一定是 你离开8尺 对准那个 就是那个位 是最清晰的了 那最近呢 也都有一些朋友 问我 他说 我拍一个风景 那我看回 有些讨论区 说 超焦距 教距呢 不需要对准 某个点的 那他可以 对大约是 十几二十尺 那个位 然后打后呢 他就会 清光的了 那样 其实 在我角度来说 是错的 那所以我就告诉他 你的目标 离开多远 你就对回那一点 对回那位 对清光它 然后呢 你前前后后 那个景深呢 就是集中在这个范围上 清就清光在中间 就是这样为止 准确的对焦 那假设 我们用了相机 那这里有看到三个公仔 那我想拍这张照 那就 怎么为止 超焦距呢 我就在这里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很简单 放在这里 拍的 那他的对焦的距离 假设 大约是 1.5尺 距离1.5尺 那我对 就对了这一点 对了这一点 那如果我们 是用一个大纲 或者是用1.4纲 来拍照 那 好了 他给到我的信息呢 就是说 当我在1.4的时候呢 对这个位呢 大约 尺半左右呢 他那个 中焦的位 对焦那个 所谓的景深 是很窄 很窄 即是说 他前前后后 的景深 大约是这么多的 大约 前面可能只有2-3寸 或者后面 2-3寸 只要换句话 这些都蒙了 蒙了 好了 如果我令他16光圈拍的 我一样是对准这里 那他前后的景深 他就会拉到很阔了 拉到很阔 但是实际上呢 他的清晰点呢 都是在这里 因为我是对着这一点 去较清晰他的 那虽然你说 我们可以用超焦他这个方法 我对这个公仔 不用理他了 我就这样令他大约1尺位的 我就拍了他 喏 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那如果你是对了1尺 我就按了shutter 但是我的目标是这里的 那你对了1尺 这里可能是1尺 那这里是sharp了 但是这个公仔是你的目标嘛 那所以这里呢 是慢慢少少outflow下去的 那虽然你说我们16光圈 这个幅度会很大 那个景深会很大 但是 看回 细致上呢 你放大放大呢 这个点呢 都是有少少不sharp的 那所以很多朋友呢 有时拍照 都留言告诉我 他说他拍照的时候呢 很多张相 都是不sharp的 那有机会呢 就是他那个 自动对焦的时候呢 追那个位呢 就未必追得中那个位 其实我之前也有些说过一下 那我在这里就不说 我继续说回那个超焦距先 OK 明白了什么叫超焦距之后呢 我都不要说超景深了 因为现在 士兴都说超焦距 我就说回超焦距了 其实我们可以都不需要 留意回那个镜头指示 告诉你听 那个 那个景深有多阔 因为现在呢 新一代的镜头呢 或者 好像我这些这样的 平价的手动镜头呢 测试了出来呢 原来是不准的 我对了一尺 给了一尺 但是拍出来都不准 所以你怎么看都没意思了 因为他给的信息 都是错误的 所以呢 我也是特意用回 一些 所谓的古董 古董 那么 我们 尝试过呢 我尝试过呢 用回这个 对焦屏 去看回它 隔好那个位置 实际多远 它真的是多远 是很准的 人家这些设计 在以前的机来说 就几乎呢 就几乎呢 就95个百分之准确 那么同埋呢 那个 你看到那个景深尺那里呢 它写着2.8 跟着 可能8 或者11 或者16 它的距离 都是有少偏差的 不会固定 一格格的去的 因为我们每一支镜头呢 那个焦距 比如好像我这支 假设是 应该是40 这支45mm 来的 就是full frame 那如果你说我一支 弯的35 或者是一支 60的 80的人像镜 那它的位置 都有分别的 那还有呢 它那个所谓叫 景深尺那里呢 不会说2.8 跟着4 跟着8 或者11 16 是很平均分开的 不是的 但你看回这些镜呢 它可能真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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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镜头 是很平均 每一个尺数 每一个光圈 很平均分每一格的 那 其实是不准的 那 我就 嗯 告诉大家听 我们可以 不需要留意这个镜头 那 我们有一个apps 大家都有手机的了 那我最近呢 就找了一个apps 就关于 超景深 去看那个景深 所谓叫做 嗯 超焦它那个计算方法 那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就 嗯 我设了这个相机 用这个镜头 那这个镜头呢 就是 25mm 那我就 都拍了些片的 那我一会儿 才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就不用 不用这个镜头去示范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用这个手机 用这个手机里面的apps 45mm的镜头 那 首先呢 它因为里面呢 就可以有个设定呢 就去看 full film 或者apsc的相机 那 做了之后呢 我们也都要 告诉它 这一支呢 是什么镜头先 多少焦距 那我就设回它 45mm 45mm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 假设 我们用 2.8光圈来拍的 距离 大约是 6尺的 那 我会capture 我会capture 这张照片 放了下去 给大家看一下 那可以 大家清晰些些 那 大家看到了 它由6尺 6尺 前前后后 它那个total的景深 景深有多少呢 其实 它只有10寸左右 是很窄很窄的 就是说在6尺 前面大约5点几寸 后面 4点几寸 最清是这个位 最清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没有 校准6尺的位 虽然你说这些都清 这些都清 但是不是准确在这个位 所以你有少少outflow的 好了 当我们 当我们一推推上去 用16光圈 大家都看到了 我再capture它先 16光圈 大家都是拍6尺 它那个所谓景深的 阔度呢 它有成3尺10寸的 即是说 6尺 focus位 在我前面 大约1点几尺 这里6尺 接着 这里2尺6寸 即是说 这里前前后后 都可以接受 清澈度都可以接受的 就是这样看法的 因为我都试过 都准准下的 现在我再 将那个 对焦 拉到很远 我现在对到去20尺 我focus它先 20尺 我就capture了这个画面 现在就是20尺 用16光圈 大家看到 对准20尺 前面 它差不多由10尺开始 可以开始比较清晰一点 一直去到无限远 那这一样东西 代表呢 就是说 当我们在20尺的时候 对准20尺 推翻前 大约去到11尺 都可以清晰的范围 都可以接受 而20尺 打后去到无限远 都可以接受的 所以大家一开这个apps 就很明白到 这一样东西 什么叫做 超景深 或者超焦距的 OK 我就给大家多一张照片 其实这张照片 是拍摄这个镜头的 因为我就说 我自己 在前面的尺数 那么 你们大家都看到 嗯 我 都很简单 其实最主要 就是说 给个讯息我 当我 就是鼓尺的时候 因为呢 下次呢 我们去拍这个 街拍的时候 我预算用手动镜 那 其实 在那个情形呢 我们就靠鼓尺了 如果下下 都是拿着 我们这样 要慢慢对焦的呢 那个 那个 猎物啊 所谓的 拍个主角 可能已经走了 所以呢 玩街拍呢 我们是 很短时间 很短时间 就要拍了一张照片 所以呢 就是说 现在很多 专玩街拍的相机 好像 麗卓那些 那些 机仔呢 它会 设定得很快 就是说 当你一拍照的时候 基本上 就不用怎么去调节 就可以即时拍了那张照片 那我们玩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就是 虽然 光圈快门 我们可以 就是 这个手动呢 都是要用手 用手动去做 那我们的focus呢 就是说 我们定了 在某个焦渠那里 我们就去拍这张照片 那就是我们计算了 我们那个清晰度 所谓的景深 可以接受那个清晰度去到哪里 那就是自己预算 去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呢 那个人刚刚行正的位 就会不会入了那个 所谓的超焦距范围呢 如果他入了的 那我们拍出来 就可以接受的嘛 是吧 如果他离开了我们的超焦距范围 那我们就表达不到 他这个目标的准确性 是吧 所以呢 就 那个 赤数指示呢 就很重要的 那所以大家呢 下次如果有机会 他买镜头的时候呢 买一些手动镜头的时候呢 要小心去试一试 他给个讯息我们 离开一尺 或者离开三尺五尺 是不是真的准焦呢 所以大家 买镜头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那一会儿呢 就会落一落楼下 去示范 去 怎样去 鼓那个 所谓叫鼓赤啊 怎样去估计那个 那个焦距那个 你的裂物 目标距离多少 然后计算 那个超焦距的景深去到多少 OK 我带了大家 下来楼下 试一试 那什么叫超焦距 首先呢 我就准备个相机 我一会儿会放大 画面给大家看一下 当我用1.8光圈 或者16光圈 或者11光圈的时候 那些景深有些什么变化出来 我一会儿就示范给大家看看 好 OK 我找到这个位置了 那现在 首先 我对了前面 就是 我指指给大家看看 这个石灯 这个焦距是这个石灯来的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放大给大家 我对了招 我对了招 这个位置 你看到那些石灯 都很sharp 那我 先还原 先看看 又大家看看 前面 那个镜头 镜头的尺寸指标 它大约是8尺左右 那我不用Meter 我设定了8尺 你看到我镜头之前 前面的对支环 我就念了一些东西 我记录了位 因为我之前上一集说过 它的尺寸位全部错了 那我之后就记录了位 你看一看前面 这个位置 就大约 离开我这个相机 是8尺左右 现在就是用了1.8光圈 那你看看 如果1.8光圈 前面我刚才示范了给大家看一下 是sharp 好了 我移过去这边 对焦位 移过这边 再放大给大家看看 OK 是否基本上 1.8光圈 浅景效果出来了 后面蒙了 暂时 大家都不需要看镜头的尺寸问题 以及景深尺 这边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应用 这个应用 很简单 我在 Apple Store 找了很久 终于找到一个应用 很简单 很容易用 大家也可以下载 下载 试一试 其实 你一看就知道 首先我看左边 左边就是这支镜 我现在用的 就是七公杖的25mm镜 我亦都要首先 选择了25mm 我回到这里 到这里 里面有一个设定 告诉大家 我这架是APS-C的相机 就是1.6的format 选择了之后 好了 我看看 我现在离开的主梯 是8尺 我这里 推回到大约8尺 大约 不要紧 而光圈 我用到1.8 所以这个光圈 大家看到 大约是1.8 而它得出来的 景深的效果 距离有多少呢 其实它total 你可以看到 下面那里 黑色那里 2.1 即是说 只有2尺的景深 当我们 用这支25mm的镜头 距离大约是8尺 用1.8光圈的时候 其实它的景深 是很浅 只有2尺 换句话 你看上面一点 前面的焦点位 有1 大约是1尺 1尺 原来11寸多 后面有1.2尺 换句话 total加起来 就是2尺 所以我刚才放大 出来给你看 那里已经是outfold了 刚才的apps显示了 浅景的位置 其实景深 只有2尺 后面是大约1尺 我选择了这个位置 大约是1尺 我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你等等 我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位置 刚刚好 刚好它就开始sharp 而不sharp中间 换句话 apps也很准 即是打后 focus位打后 它就开始 景深不够了 一直浅下去 这个 我已经试到1.8光圈的时候 配合这支镜的时候 浅景效果 景深去到哪里 好 我继续试11光圈 我不要开到16光圈 那么小 我试11光圈 那我那个对焦点呢 就去了第三条柱 我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到 它就已经开始 不是很sharp 是不是 但是都可以接受的 那我 给前面看 你们看看 那第三条柱 那么大约的距离 大约的距离 大约都有 我看下去有 40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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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说 它那个 当我11光圈的时候 那个 景深 它的变化 就是说 在这一段里面 就是说 是由 刚刚8尺 开始打后 去到40尺 这个范围 理论上 都可以接受的 那我一会 就会给 Apps 里面 那个景深表 大家看看 看看 那个景深 那个距离 实际上有多少 看看对一对 看看对不对 好了 你看到那个图表 那我就 就已经是 另了去 十一光圈 对回表 十一光圈 即是右手边 十一光圈 那么你看到 那个景深尺 它total 下面那里 就有8尺 10寸 即是说 它总数 是由前面 最前的位 去到最远的位 是总共 是8尺 10寸 那么我的focus 就是说 我对焦的位 就是8尺 那么 那么 8尺 退回前 大约 它由 差不多 6尺 左右 打后 直到大约 到15尺 左右 它都会清楚 那么 正话呢 我 描述给大家看 第三条柱 应该是 大约是40尺 但是它这个讀数 就是给到大约是15尺 左右 清晰范围 那么换句话 我一会就会试一试 我退回前 退回前 第二条柱 看看会不会更清 让大家看看 是否 那个 所谓叫做 最远的清晰度 是可以去到15尺 好 现在我对焦点 绿色的框 我看了 绿色的 那个 应该是 金属的柱 那里 我眼望 大约应该是15尺 我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 清晰位 会不会 最尽是去到15尺 你看住 果然是 即使去到这个位 都是仍然可以清晰的 当我用11光圈的时候 去拍摄前面的石灯 拍摄这个石灯 离开我这个相机 8尺左右 然后 后面 绿色的柱 很幼的柱 金属的铁柱 大约离开我这个相机 是15尺左右 我刚才给大家看到 是不是 去到15尺 的范围 它都是清晰的 而它最前 它就说 大约是6尺左右 我试一试 就是说 我应该 在这里附近 它铁柱到这个位 就是说 那个 好似金属的环 那里 大约是这样 我拍摄一下 我选择个focus 就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否清晰在这里 OK 好 我现在简算在这个位置 那我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现在都很反光 这个难看些 我升高一点 我升高一点 我升高这里 升高这里 升高这里 是当然有的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应该是 大约是7尺左右 因为前面的柱灯是8尺 它移前一点 因为我不想移动 相机 不如我拍一张 我即时 即时 因为我现在的尺数没有移动 我这支是手动镜头 我拍一张 我召回这张照片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我放大它 这里 大约是8尺 这里大约是6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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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清晰可见的 即是说 Sharp位是足够的 换句话 当我那个 缸圈一移动的时候 假设现在是11缸圈 我退回来 5.6尺 你看到 它的景深尺 即时就缩小 范围 4缸 2.8缸 这一点 代表了 当我们移动缸圈的时候 其实我之前那集 都说过 就是说 那个景深 用光圈来配合景深去拍照 那现在呢 今次呢 我就是说 什么叫超焦距 其实就是超景深 那我现在可以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 当我们改变光圈的时候 那个景深的变化 就会出来 而我们玩手动镜 就是需要 配合自己去调节 那个 对焦的尺寸 我刚才就是说 距离那个石灯 是大约8尺 当我令它8尺的时候 它的景深的前后 我就示范给大家看了 OK 好 如果 如果 我动一动 那个对焦的尺寸 对焦的范围 当我退回来 如果 前面 我对的前面 只有两尺 那 其实呢 它的 景深的范围 你看回下面的表 只有五寸 只有五寸 即是说 景深是很窄很窄 十一缸圈也是 但如果我是用二纲圈 几乎 景深 只有一寸 即是说 要对得很准才会刃 好 推上去 十一缸圈 再推上去 大約焦距是未到20呎 換句話,它的超焦距是由9呎到無限遠都可以接受 其實我是說可以接受 不是說全部鎮定,其實鎮定都是清晰在大約19呎 很多朋友說我們轉了無限遠的11光圈 幾乎都可以拍攝前面或後面都清晰 其實不是的,大家不會誤會這件事 OK,趁這裏還未入黑 我再示範多一次給大家看 這次對遠一點,你看到 現在有個人在釣魚 這個位置我就對到鎮定了,我試動給大家看 看看,Outflow,Sharp了 OK,我看看前面的尺數 看看前面的尺數 指標是Over了10呎,它又未到無限遠 當我1.8光圈的時候,我先縮小它 1.8光圈,它人就在這裏 我試一下,找回焦點位置 在橋上,給大家看看 是不是不鎮定呢? 是不是? 現在1.8光圈,當然1.8光圈是比較窄的 雖然它的距離也很遠 但是理論上後面一定是不鎮定的 而那位釣魚的朋友 我看回它,我放大給大家看這個位置 釣魚的朋友 其實距離我有多遠? 你看看 我放大給大家看 它在這裏 它是這裏來的 按照我估計,這裏 應該大約有100呎左右 好了,一會兒 我再打開圖表出來 景深的圖表給大家看看 距離100呎,打後的那些是怎樣 我不如試一試,轉去11光圈 OK 這裏11光圈 人那裏當然清 我縮小它,我想看看橋位 我調整焦點位 上去這裏 放大給大家看看 這裏 這個位置不太清楚 其實也很鎮定的 這個位置真的鎮定的 我退過一點 在這裏 是不是鎮定了? 很鎮定 但也有一點點 其實這個距離,前後呢 你看看前面 釣魚的位置在這裏 那裏的橋頂 其實差不多超過這裏兩倍多 即是釣魚的位置 超過兩倍至三倍的遠程 我一會兒給大家看看 我們現在看看表線 1.8光圈 你看到 距離 因為釣魚的位朋友 離開我這攝影機 我估計是100呎 我現在推到這裏 差不多是100呎 你看到 淺景效果 它可以在大約40呎 至無限遠 就是在1.8光圈 如果我將它的光圈改變 我推到差不多是11光圈 那景深的呎數 相距於大了很多 因為我們是小光圈 去拍這張照 它的景深範圍 就是差不多由16呎 一直掃到無限遠 但是我們的對焦點 都是在 差不多100呎的範圍 你看到左邊 那裏寫著 鏡頭的焦距就是25mm 我這支手動鏡 就是APS-C format 除了這件事 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當我們 玩一些所謂闊角鏡的時候 假設我現在這支25 我推一推它 變成12mm 都屬於很闊的鏡頭 假設是12mm 你即時看到 它的景深範圍 即時由4呎 一直掃到無限遠 當你對焦在100呎 那個位置的時候 在你100呎 向自己的方向 移向前 差不多由4呎開始 它可以接受到清晰範圍 只要是由4呎 去到100呎 由100呎再打喉無限遠 在這個範圍 都可以接受到清晰範圍 但當我們回到1.8 你看到 或者1.4 假設1.4 它即時改變了 在大約16呎 去到無限遠 所以大家要視乎 你用什麼鏡去拍照 其實在越廣角的鏡頭 就是超焦距越大 記住這件事就可以了 在這裡還要提提大家 當我們對焦的時候 我們玩手動鏡 當我們對焦的時候 你盡量 最好 其實你最好 有這麼大的鏡圈 開到這麼大 假設你這支鏡是1.8鏡圈 我就令了1.8鏡圈 才對焦 如果你不是這樣做 你就這樣 當你是11鏡圈或16鏡圈 去對焦的話 雖然你放大相機的顯示屏 去看看焦距對不對 你覺得清晰 其實當你令到1.4或1.8 開盡鏡圈的時候 你這張相片都不是很明顯的 所以在我的經驗 我會提議你們的大家 玩手動鏡 對焦的時候 一定要開盡光圈 對清了你的目標 才再修光圈 OK 我補充一點 如果我們配合什麼鏡頭 其實它的超焦距 變化都有很大分別 因為我剛才都示範了我用這支45mm的鏡頭 以及也都示範了這支APS-C系統的25mm的鏡頭 如果當我們用這些手動鏡頭 如果它那個彎膏是很闊的 加設這支是12mm 或者是再闊一點去到9mm 那麼它的超焦 它的範圍是會拉得很闊 那麼當我們如果用16光圈 或者11光圈去拍照 幾乎由前面很近的位置 它的景深的尺數差不多去到無限遠 所以我就要視乎這支鏡頭的焦距是多少 如果你說它是標準鏡50mm 或者是人像鏡85mm 甚至是105mm 那麼如果去到105mm的時候 它的景深 那個超焦距的範圍就很小很小了 大家要留意一下 OK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吧 應該明白到我說什麼叫超焦距 如果大家都不明白不要緊 你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再用第二個方法告訴大家 我在這裡再提一提大家 可能有些朋友看到有些所謂討論區 有時候教他們一些教學 他們說可以將後面這個對焦環 將那個無限遠 有個符號的無限遠 就這樣對著景深尺的位置 假設我是用11光圈拍的 你將那個對照無限遠的符號對著11光圈 換句話 11光圈就是大約我看到的 大約就由10尺左右到無限遠都清楚的 這樣就拿著去拍照 但是在我的角度來說 雖然是可以的 雖然是可以的 但是我又不是的 我方法 我方法就會比較要準確一點的 因為我用我自己的技巧 還有我用了這麼久的相機 所以我就知道我索性就是用古尺的方法 雖然你說好像我剛才說 無限遠對著11光圈 那一段距離都是叫做清 但是 不是你的目標最清的位置 雖然它是清的 可以接受 那如果你說我們不會索相 不會放大照片來看的 那沒有問題 你說好像我們以前 以前我們曬3R或者5R 基本上都看不到Sharp不Sharp 那時候當然一點問題都沒有 但是如果這些手動鏡 再配合數碼相機 當你拍完回來 你放大它來看 其實你用那個所謂叫做 無限遠的符號對著那個光圈 前前後後都Sharp 其實不是的 不要誤會 所以在我的角度來講 我一定是用古尺的方法 古尺大家都明白 因為我之前都說了 假設我要拍這個位置 我現在對著這個相機 這個鏡頭來拍我 可能離開大約是6尺 因為我們要習慣這件事 古尺是很重要的 有時在一些很暗的環境下 我們要拍照 我想可能它的相機未必會準確的對焦 所以有時我們會靠一個古尺的方法 去大約在那個位置 所以好像離開這個相機 我大約是6尺左右 6尺至7尺左右 我便即時將這個對焦 就說 1寧令了大約7尺 我們都不要理會它多少光圈 不需要理會它多少光圈 我只這樣拍了它 中的機會是不是很高 是不是? 如果剛好 我這個令了16光圈 因為有時拍照會很急的 會很急的 我們假設 我都沒有留意到光圈 如果假設光圈定了11光圈 我即時令7尺 拍了它 那我已經中了 因為我猜這個尺數是7尺 而我配合光圈是這麼小的 那那個超焦距不是很闊的 是不是? 就是很準的 那如果你說不是 我將這個無限遠 由對回那個11光圈 對了11光圈 跟著拍了它 是 看回11光圈 原來它的尺數呢 就是說由大約10尺 至到無限遠 其實哪個位準不準呢? 它指示呢 指示了呢 就是在20尺的位是最準的 如果你這樣做法 無限遠 對了11光圈 它的準成位呢 就是在20尺那裡的 那其實是 out of flow 是不是? 你放大張照片是不清的 那所以 如果大家你可以試一試 用我的經驗去試一下 做一下玩一下 嗯 古尺 10尺 大約10尺 另10尺拍了它 大約20尺拍了它 至少有百分之90 會先中了 焦距中了 那這樣東西呢 就是 所謂叫做 古尺的重要性了 再配合那個 超焦距的方法 那就很容易令到 那張照片呢 是很清晰的了 OK 好了 差不多了 下次我就會帶大家去 試一下怎樣玩街拍 用一個手動鏡頭 記住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給大家看一下 OK 拜拜